为什么马上会想到一种的 这个说起来比较传奇 我们当时是在最早开始写 就是《号手就位》这个剧本的时候 觉得最难的就是说要找一个对照的人物 想谁来演这个人物可能会 如果我们先找到这个演员的原型的话 可能对我们创作来说会比较方便 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任务去下部队 然后我们在部队见到了很多的老兵 见到了很多的新兵 见到了星星色色的火箭军 我们也在提炼说 把这些人物的精髓集中到我们的男一号身上 它应该是一个什么样 然后这个事就过了很久 然后有一天我那个那个那个 还有我这师弟 还有风杰 还有我们还有一个那个编剧叫薛天志 薛老师今天也因为有事没来 我们几个人在江西上饶的那个部队里面 采风 我们就在想 说夏拙这个人到底是谁合适 然后我们就投票 下雨 那天下雨我们就投票 投完以后真的一点不撒谎 四票都是李一丰 然后当天晚上就在这个 我们四个人的这个提一下 我们给李一丰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信 那是哪天的是 还记得那日子吗 夏雨 冬天 还快到春节 18年的2月份 一般那天晚上就是你打喷嚏了没有 或者是你做了很多就是 富小年那天的梦没有 因为这里面要说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在最早 我们这个编剧团队在最早 接到这个创作任务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这部剧的总导演 李璐导演 就跟我们讲说 他希望这部剧能够成为一个 重塑当下青年人偶像的这样的一部剧 对 所以我们在想 这个人物 这个人物的演员一定是 首先要充满了智慧 他要有精湛的演技 他又要幽默 又不失稳重 最主要的还得帅 这个人就很难选 但是最终我们投票投出来以后 我们就连夜把这消息告诉了断样 然后我们是又高兴又紧张 就想说李逸峰能不能够来 有没有时间来 这都是一个不定数 但是后来他看完剧本 和那个一封信以后 他应该是跟他的团队讲 就是一定要把这个时间挤出来 来演后首决委 来演夏拙这个角色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角色可能就是 是天意吧 是天意吧 是天意 对 四片昆布的一封请上台 是天意吧 四片昆布的一封请上台 好 问一下这个宗老师 宗老师 宗老师明显在一封的时候 您是什么考虑的 嗯 我们其实就像刚才应老师说的 这个就是 就是李洛导演的那句话 对我们影响很大 就是说一定要重塑 当代中国的青年的偶像观 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我大了 说可能自己身上 有那么一点点历史责任 如果你能做到的话 那么我们在想这些 考虑这些 这些就是演男演员里的时候 其实有一点很重要 就是这个人一定要正派 其实我觉得 风中对我来说 帅啊什么那些 都已经不用说了 但是他有一个很不一样 就是他显得很正这个人 他确实很正 他这种正派 我觉得他能够担当的起的 那个就是 李洛导演的那句 重塑中国青年的偶像观 就我们知道什么样的男人 应该 我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男人 嗯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让 就是我觉得 会在未来几代人的 这个审美也好 还是他的生活习惯 还是他的认知 这个对我们中国青年 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嗯 所以 我觉得 李一峰在这个 这一点上是当之无愧的 还没导演 又重又帅 还没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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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一峰这一块您也说两句 一峰你正好了 因为 这么重要 你的大咖子 一个ument 也该怎么没有 另一个感受 再次 张老板 好像挺对我 有我们 effects 然后 张老板 然后 我再说 投入到House守就位的工作当中 那个时候跟风风也聊了很多 现在回想起来那个过程 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彼此摸索的过程 但是当真正合作完以后 我现在有种什么感受 我在街上如果看到了 风风的巨幅的海报照片 我会特别开心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通过这一百多天 大家在一起摸爬滚打积攒下来的这种情感 这种情感有不对的味道 有兄弟的味道 有哥哥弟弟的味道 所以说 为什么说House守就位对于我意义特别大 总之遇到风风 我觉得是我的一个幸运 开始是有忐忑的 因为我觉得现在有流量的概念 大家会想很多 House守就位火箭军又是一个很厚重的东西 它看似青春 但是它又是一个很厚重的 又是一个很有底蕴的东西 对 我最初是有忐忑的 那么通过跟风风的合作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演员 它是一个状态很稳定的演员 它具备了一个优秀演员最基本的素质 然后它永远地在用七分劲 在跟观众诠释下着这个角色 它把最重要的那三分留在了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点上再拿出来呈现 它的那种生活化的状态 它的那种对跟角色那种高度融合的状态 我说我是幸运的 好 风风也是幸运的 然后岳峰峰你拿到这个本子之后 我特别想知道你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你有心理上的变化吗 心理上的变化 心理上的变化 没有什么心理上的变化 我只知道导演确实有变化 因为导演家楼下附近有我的广告的那些照片 然后第二天我再去看的时候 导演都把照片上的头发涂成了短发 就习惯了 就第一次剪到短发 然后穿上那身军装的时候 我说实话我很害羞不太敢去看镜子里的我 因为以前没有想过会穿上一身军装 然后去扮演一个军人 而且又是像火箭军这么神秘的一支部队的一员 所以我有一点不好意思 可能是不是我觉得我也没有那么的震 但是我觉得拍完这个戏过后 杀青以后我在去机场的路上 我自己想了好久 我觉得自己真的像做了一场梦一样 我觉得自己真的像当了一会兵一样 然后我觉得我好像今天就退伍了 然后我第二天会有一些不习惯 然后紧接着开始的第一个工作 其实就会没有去找回 就是李一锋这个人吧 就还是感觉自己像是在部队 挺好的 冯峰说的真是因为那么长的时间 肯定是部队的生活 它就是一个大钟颅 一旦你进去之后就很难去拔出来 刚才我们三位老师包括导演包括编剧也说到了 其实他们几张票 这几张票也非常关键的 面对这个国家 我想知道还有哪些候选人是被我PK掉的 刚才不是说了那个名字吗 四票真的都是你 四票真的 对 刚才不是说了那个名字吗 就下雨嘛 下雨那天 好 这样 冯峰就是面对刘备 刘备 刘备 我觉得你是不是要送上你的一个感谢 非常的幸运他们能把我作为这个夏拙这个人物的首选 然后当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 我首先被 当然从演员的角度 这是第一个火箭军题材的 我觉得肯定要拍 傻子才不拍 因为这个肯定会活嘛 对 然后从剧本的角度是 我自己在家里看剧本 我自己看完过后我都在笑 我觉得这个剧本从台词上面 非常的灰泻幽默 然后不像以往我们所看到的 就是军旅题材的这样的感受 因为还是非常的年轻 然后非常的热血 有欢笑 有泪水 然后还有爱情在里面 所以里边结合了非常多的元素 我觉得是一个上层的一个剧本 非常好 那这样 这个环节到此结束 我们再次掌声来欢送一下我们六位主创大咖 然后一封请留步好不好 谢谢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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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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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节了 一个环节的就请出你的这些战友好不好 好 我们首先邀请出一批新兵代表他们是号手就位的主演陈兴旭 对张欣宇与段博文 担婚董冲与 朱陈兵旭 有请 首先你来介绍一下 每个人都介绍在其中的反映的角色 好吗 来 来立一下 好 哈喽大家好 我是演员朱丽沃 我在后手就位中 扮演的是卫生队的护士 颜宜斌 大家好 我是董初辉 在后手就位电视剧中 饰演川东F4之一的 易子梦 大家好 我是董博文 我在后手就位里扮演的是 驾驶号手林安邦 大家好 我是雨风 在后手就位扮演的是夏祖 演员朱丽沃 我是陈清旭 在后手就位中饰演欧阳俊 大家好 我是张金宇 在后手就位中扮演的是黄文 然后这个其实在开拍的时候 我也在主持大家那天是浴室容装 对吧 然后那个就做的笔直笔直的 特别是吸引的一张照片 网上特别火 做的笔直笔直的 腰疼吗 疼也得笔直啊 然后呢今天是穿的是变装 这样好不好 我们每个人摆一个军队的pose好吗 来 来点音乐好不好 来 来点音乐 来 三 二 手里就可以拿着枪这个啊 然后我们三 对对 你们设计一下 设计一下 设计一下 啊 直接后果完成无决动就可以 好吗 啊 来 三 二 你 开始 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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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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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回归到了豪富救队的那样一种军林的状态 那这样今天呢就是我们还来了我们火箭军的很多的战友 这个问题呢都关我来问啊 啊 我也特别希望把这样一个宝贵事情交给我们的战友 我们的战友 面对你们心目当中的明星啊 啊 有什么人的问题大家可以提问 现在有没有 哇 你们举手吧啊 呃 给一个踏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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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老师们好 呃 老师们好 我是来自火箭军基层部队的一名战士 呃 我有一个 我想问 方哥一下 就是 方哥 呃 在之前听说 呃 您 拍摄的时候是 非常喜欢吃我们部队的馒头是吗 哈哈 对 去那个体验生活的时候 好的 那么 那么 我们今天 特地为在座各位准备的馒头 希望 给各位品尝一下 我想问一下 我说真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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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回头 你回头 再来 插一跳啊 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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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啊 啊 你 sun 下去 你人过来 再拿一下馒头 你人过来 你过来 啊 没人记着啊 没人记住啊 他刚刚这样 品尝 他说了啊 品尝 你拿着 你拿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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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的设计设计是最好准备,来,我们火费军委,大馒头,你问你是馒头还是受讨,啊,大馒头,来,三,二,一,请品尝。 施行你的工作,不许是...... 谢谢,谢谢,谢谢,虽然,虽然,哎,但是啊,还真的是 especial一点味道,那是能cible吧,那是能力吧,那是能力吧,那是能力吧,那又能力吧,呢。 我们在体验生活的时候每天吃 吃到最多的 那时候不减肥了吗 吃那时候真好吃 真好吃 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 主要就是有命馒头 非常好吃 好满足你的心意了吗 满足了 那么欢迎各位随时回来品尝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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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会我们的战事 教会我们的战友 好 记住我啊 谁都馒头 都要拿走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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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哪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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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再送米饭的话就算了 好吧 还有哪一位战友 好好好 各位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陈兴旭同志 你好 因为之前有过了解 你在那个演闪闪红星的时候 小时候的潘东同志 长大后最大的理想就是当红军 然后现在你成为了一名火箭军 感觉怎么样呢 我觉得就像做梦一样 因为小的时候 那个 那 那 那部剧拍的时候 真的是历历在目 然后 现在 长大了以后 成为一名 合格的火箭军 是我现在 真的觉得最荣幸的事情 我想说 看的潘东子是你演的 看的潘东子是你演的 你不知道吗 他这么说的话 好像 秦魏 秦魏 你 这么说的话 我跟陈兴旭的战子戏长大了 好像 他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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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在里面 微信上还有一个孤狼 你是怎么理解你这个角色的 孤狼 对 我觉得像 其实大家也可以在宣众面中看到 说 欧阳俊其实不太合群 他们三个人 在握手的时候 唯独就少了我一个 对吧 每一次都是 然后每一次 我就不剧透了 我们私下很和谐 对 那必须的 然后欧阳俊其实他 嗯 事事都想去争第一 因为他有一个 家庭的原因 然后他希望自己是最优秀的那个 嗯 其实我觉得欧阳俊就像 每一个人心中 呃 另一面 他就想自己是最好的 然后那个 那我知道上面有个角色就是 完了之后 父亲是出租车里的 是那个吗 不是那个角色 父亲是出租车司机里的 不要去透水啊 对 去透 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拆掉我眼里父亲真的爱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 跳舞上 还有哪个队友 还有哪个队友 好 这个啊 旁边 嗯 你好 陈徐旭 我想问的是 你还记得 《闪闪魂心放光伞》 《阴山红》这些歌吗 哦 我记得 那能麻烦您给大家唱几句啊 好好好 唱 公歌在面前你帮我唱 真是 真是 跟我们关系 来吧 来吧 轻上几句 轻上几句 那我唱一个 跟我们跟着应山红起个头 大家跟我一起唱一下吧 好 好 好 哎呦 我有点紧张 你跟我一下 平复一下 平复一下 一夜半夜 一夜半夜 一夜半三更有 年来半三更有 盘天明 盘东拉月又 盘春风 若要盘得有 红菌来 岭山开边又 岭山开边 非常棒 你怎么唱还是没了 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 需要多彩多艺的 而且能够把这首歌曲唱成韵剧 的确非常难 好难位 我们亲爱的战友 终于时间好吗 极客远博来终于时间 唐美女 葵老师好 我想问一下 张琪与余姐 余姐 男人这么叫 余嫂 应该叫余嫂 嫂子 开机仪式的时候 我带着大家喊了个嫂子 不到一个小时 这些一个嫂子的形象 传遇了中国的大江南北 你知道吗 现在就是嫂子 对吧 我想问一下余嫂 您现在今天 余嫂 请问你嫁给我们 军人的感受是什么呢 不管是武警还是火箭军 我们都是一家人 都是一家人 对 然后刚才其实也在后台遇到了很多的军属 嗯 我就 我就是觉得 其实 我和部队和军人 是很有缘分的 我的丈夫呢 和你们一样 也是一位军人 所以 她在我眼中 不光是最可爱的人 也是 我最爱的人 我的爱人 也因为 这层关系 军人在我的心中 不仅是为人的 是伟大的 是神圣的 也是 有着一份 和家人一样的亲切感 所以真的 见到很多军属的时候 虽然可能我们都是第一次见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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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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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到了没有 火箭军喊的嫂子 那个声音 那个 就发自内心里的情感 和武警是完全不一样 你知道吗 没有 其实很多女孩子都非常关心 嗯 你们都是单身吗 你们喜欢什么样的女生 嫂子给你们 无瑟无瑟 谢谢 夏宇 这事不能轻易答应啊 我们活在军十万万平呢 真的真的 我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就是我要做红娘 嗯 嗯 那就把 再一次把嫂子的喊声 献给你 好吧 谢谢 我们都是一家人 谢谢 谢谢嫂子 谢谢 谢谢 嗯 我一直说出来 希望把更多的女孩子 介绍给更多的军人 同时我也希望 我们 那个 你想到最少吧 嗯 怎么突然Cue我啊 突然Cue我啊 行啊 旁边还有一倍 啊 你心理你最少多好 你有没有希望 就是在我们火箭军找一个 啊 我们火箭军人是最棒的 嗯 我能够努力 啊 我也不说 咱也不说是海军人 但是我们火箭军是最棒的 嗯 他会安排人 啊 然后那个 其他的啊 啊 然后呢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捐人 多多的紧密的点心 好吗 来 我们再一次掌声 来欢迎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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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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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吃 你在这边 我快点出来了 你 我快点出面了 我叶子 我алась 感谢观看